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 是从大胃后一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信福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 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 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 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因我窃窃的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坚固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得安慰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我到如今仍有阻隔 无论是希腊人 话外人 聪明人 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此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亦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亦人必 因信得胜 我们今天就要从罗马书 开始第一章 这一段经文 来思想一个主题 到底什么是神大能的福音 或者是神大能的福音 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 保罗告诉我们的 他不以福音为此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理解 到底什么是福音 福音在这当中又有着什么样子的大能 我首先开始讲一段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小的时候每一次学期开始的时候 我总是会立定一些的心志 然后希望我在一些事物上 可以特别在学习这件事情上 可以有一些改变 有一年我立了一个新的计划 一个新的一个立定的一个志向 就是我希望每天回家之后 我一定要把功课做完 我才吃晚饭 那当然的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所立定的志向 可是我发现第一天过去了 第二天过去可以做得到 到了第三天第四天 我就发现很困难了 我每一次当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同学的声音 在外面 在我们家的外面 邀着我去打球 我又是终于忍不住了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只好跟他们去打球 在吃晚饭之前 我就想起我所立定的那个心志 我就觉得好像我那一天呢 我不应该吃晚饭 因为我已经立下了这样一个志向 所以我那天就很骨气的 很有坚定毅力的 就决定不吃晚饭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应该要把功课写完 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就发现 我仍然没有办法做到 我就这样子一连饿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 我呢 一样功课也没有做 可是我去吃了晚饭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不是我的一个小的时候一个失败的一个经验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想要改变自己 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 明明知道好像先把功课做完 然后呢 再去玩这件事一些对的事情 可是在年幼的我来讲 却发现做不到 于是我就发现我需要一些的帮助 可是那些的帮助需要从我里面来吗 需要从我自己的自律的生活 能够来发生出来吗 我就发现没有办法 我其实需要上帝 虽然我在那个时候 我并不知道我也不认识耶稣 我也不知道救恩是什么 可是我发现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类似的循环 我相信我在讲的时候 你也有类似的经验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外力来帮助我们 而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其实在我们的经文里面 或者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福音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上帝透过他的能力来拯救 来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我们用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用我们自己的良心 用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 想要去完成一些事情 可是我要告诉你 有一些人可以 可是有一些人不行 可是当你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有福音 我们有需要有神的大能来帮助我们 这段经文的第16节谈到 我不以福音为此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这一段福音呢 特别是在谈一个有关于救恩的事情 许许多多的人都需要救恩 许许多多的人都需要有人来帮助 从你小的时候一直到如今 我相信我们都需要帮助 可是我们所想的福音是什么呢 我们从来所想的那个帮助 都是由我们自己的能力 所发生出来 可是在这一段经文 第16节 我们就来先谈这第16节 我们待会再来看第一节 一直到第15节 第16节直接破题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接受一个神大能的 一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可是呢 这段经文说 我们不以福音为此 到底福音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羞耻呢 因为福音 你要接受福音 你必须要承认自己做不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 福音不是只是一个帮助我们 达到我们人生当中目标的一个力量而已 当我们要接受神的大能的时候 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 是在这件事情上 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 你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要让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个救恩的时候 许多人不愿意接受 不见得是这个福音不好 我再说一次 不见得是这个福音不好 而是他不肯接受自己 无能为力的事实 福音会让许多的人会有羞耻 在身份上 在能力上都会感到羞耻 福音不只是一个好的一个物件 一个好的一个标的 一个好的食物 一个好的经验跟你分享 福音当临到你生命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挣扎 而那个挣扎是在告诉你自己 你必须要承认你自己 无能为力 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 得着这个救恩 各位弟兄姐妹 在罗马书的一开始 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先明白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我们要被救 首先要承认自己需要拯救 一个在水里快淹死的人 他首先他要喊的是救命 他不可能在那里 明明已经快淹死 然后当有人要救他 他不承认他需要 他继续的在那里挣扎 可是他说我不需要你救我 我自己来可以 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 他告诉我们 福音不要以接受福音为此 承认自己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 无能为力 当这个福音临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这个福音会显出 这个福音该有的荣耀 福音的荣耀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 他就在谈福音的荣耀 福音到底有哪一些的荣耀呢 福音的荣耀其实不是 我们所自以为的荣耀 很多时候呢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自己 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在人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在那里换取我们所想要的 我们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 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证明自己可以胜过苦难 可是当福音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再说你必须要承认自己 其实是一个罪人 做不到 然后让福音显出他该有的荣耀 保罗怎么让福音显出他该有的荣耀呢 他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造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好像保罗非常荣耀 他是仆人 他是使徒 他可以传神的福音 可是我再说一次 在从第一节到第七节 保罗对于自己身份的一个描写的时候 在当时候以希腊 罗马那个以智慧 以这一些道德 这一些文化为高 高举这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当有人要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当有人奉召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 其实是对他自己身份的一个否定 你以为他在这里特派传神的福音 是一个好像对于他身份的一个认同 可是其实不是的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他这个福音可能在别人的眼中 看来是一种好像很卑微的 好像在当时的世代 别人是所看不起的 可是保罗却告诉他们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是我所看重的 因为我是基督的仆人 我奉召为使徒 而且我要传扬一个 你们以为此的福音 而这个福音呢 不是我现在才要告诉你们的 是以前神界的众先知 在圣经上早就已经讲了 而这福音的中心 就是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这个福音的整个中心 是以耶稣基督为救恩的中心 各位弟兄姐妹 你的地位 你的金钱 你的权势 没有办法使你得救 你能够接受的福音 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 接下来保罗他继续的谈 他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 我稍微整理一下 八到十五节 就在谈另外的一个概念 那个概念是什么 这个福音虽然在当时的世代 人看为卑微 可是这个福音 却本身具有一个能力 在第十六节 他也特别提到 这福音是从哪里来了 是从神来的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 而且他带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能力 那个能力呢 是要来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 当时的犹太人 其实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福音 这些犹太人觉得他们需要律法 他们依靠律法 做一个守律法的人 他们的上帝 耶和华会拯救他们 会爱他们 这是犹太人所谓的福音 是透过律法 希腊人呢 他们也有他们所谓的福音 他们的福音是透过这一些智慧 透过这一些思想 以及很美好 很深远的一个希腊 罗马文化的这些传承 他们在这当中 他们高举自由 他们高举正义 他们在这当中 他们认为 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处境 他们可以得到救赎 他们不需要福音 可是接下来 如果你继续看罗马书 你就会发现 不论是那个以律法 为他们中心的犹太人 还是那个以智慧 为他们中心的这些希腊人 这一些人呢 他们都活在罪恶当中 他们没有办法救自己 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呢 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带来的福音 有恩典 有能力 可以来解决人所有的问题 这也正是保罗 为什么为了这个福音 他情愿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 不论是希腊人 不论是话外人 不论是聪明人 不论是鱼卓人 简单来讲 保罗在说一件事情 面对每一个罪人 面对每一个需要福音的人 保罗都认为 他有一个责任 要把福音传给他 所以在第15节 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 当时罗马是当时一个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 一个世界的一个中心 所有一切的宗教 所有一切的智慧 都围绕着这个城市 可是这个城市当中 仍然需要福音 因为这个城市活在罪恶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 福音带着上帝的诈能 要来拯救那一切相信的人 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可是如果你继续看罗马书 你就会发现 你跟我一样 我们都没有办法 依靠着我们所夸耀的律法 我们所夸耀的智慧得救 不要再以这个福音为此 当福音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需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就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要邀请你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当今天的信息 这一段的经文 你可以再多念几次 可是透过这些经文 保罗只想告诉你一句话 是他需要福音 他也因为这个福音 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而你我 我们都需要福音 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读罗马书第一章 这一段的信息 让保罗这一个被福音拯救的 当时候他可以说是一个犹太人 因为他熟知犹太的律法 他也是一个罗马人 而且他也拥有这一切的智慧 可是他也更是一位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知道他所倚靠的律法 没有办法使他得救 他所倚靠的这些智慧 也没有办法使他得救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 说主啊 我愿意相信你 主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福音 相信福音 而且不以福音为止 领受神福音的大能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接下来我们有三个题目 要请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跟你的主缘有一些的分享 第一题呢 我想要请各位跟你的主缘分享 你在过去的经历当中 有没有一个让你感到难为情 或者是一个羞愧的经验 当然在分享的时候 按照你自己本身 你的隐私 没有关系 就不要太勉强 但是如果有的话 请你跟你的小主缘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第二个呢 是根据上一题 这样子的一个让你难为情 让你羞愧的一个经验 在当时或者在现在 你认为你当时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助 那个帮助特别可以帮助你脱离 当时候那样子的一个难为情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小组可以讨论一个主题 就是请问你在现在 有没有一些的情况 我特别指的是现况 修于其此 可是你也却也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的问题 然后在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愿意分享出来 然后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 你愿不愿意把这样的问题 带到你的小组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记得这一次的主题特别谈到 我们不以福音为此 福音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上帝的大能 要来帮助我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